三房一式的一个格局 仔细介绍格局 近期房仲代客看物 足述终于有增加 五月成交量也比前几个月回稳 让房仲总算松口气 跟说它是有成交量 但是不代表说房价它是往上的 就是说你一定是降价换成交 杀价取量 价格下修买家开始看房 五月六都买卖移转件数 较上个月增加两成 不过今年前五个月 还是呈现衰退 显示房市交易缓步回暖 但是还没回到去年同期水准 以最新公布五月房屋移转量 动数最多就是桃园四千多户 买气远远迎过双北 最少的在台南九一千多户 为了抢救房市 央行早已松绑一般住宅 贷款陈数限制 民营银行趁势推出 贷款陈数拉高到八成五 利率不到百分之二 限手购足 相较关股银行贷款陈数到八成 还推出第一年利率百分之一点六九七 贷款的层数很高 他贷款也每个月要付出的金额会很多 可能付了一段时间付不出来之后 就变了很多呆账 五月房市传来捷报 营建股也动起来 涨了超过百分之一 贯德一度涨停 最后上涨超过百分之七 长虹黄翔紧追在后 在低迷已久的房市气氛中 难得一片红通通 三地新闻 郑耀龙 邱紫英泰报道